燕燕你在干什么 擦哪去了那个 行了可以了擦一点点 我擦妹妹 不不就你自己擦就可以了 自己擦就可以了 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升哥 今天这个vlog 做的其实时间比较晚 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下午的4点钟了 忙了一整天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吧今天呢 我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个楼盘哈 我一个好朋友在里边呢 我一个好朋友在里边呢 今天会有一个贷款类型的讲座 那相信在利息大涨的情况下 那么很多小伙伴都非常担心贷款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连开楼盘 带看我的朋友 为什么我要老讲朋友呢 因为我这个朋友呢还是个美女了 这个楼盘呢叫做 West Oak 那就是在Oak街和49街吧 那这个项目呢 其实很早以前呢我带几拨客人来过 而且还下过offer 这个楼盘我当时觉得还是相当的不错哈 大家看到这边有个抛面图啊 画的非常清晰啊 这个每一层都是怎么回事 这个楼盘呢说来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开发商呢叫首开 那在北京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比较熟悉啊 首开呢其实是我们华人的开发商啊 可以说这一次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从他们的内部的一些装修啊 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叫豪华了 话不多说吧赶紧进去看一看吧 还没有看到朋友哈 我简单的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楼盘哈 这边有吃的哈 我强忍住吃东西哈 来看看这个楼盘 这个楼盘呢 在这边 当时卖的时候呢 是卖了172737 那这边呢就是最新的17 这边就是Oak 我看大家说话都比较温柔 我就尽量小声点了 非常小 但是它有一个方程的方程压子 项目的具体位置啊 这边Oak街啊 我非常熟悉几条街 因为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坐到Oak街啊 我连门口的公车都知道是17路 然后这边就是49街 这边是49街 这边呢有一个类似于教堂的东西 但它其实不是教堂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 类似于沟通的中心吧 反正是在这边啊 那么这边呢就是外色我的项目了 第一期第二期 现在卖的是第三期 也是我觉得地理位置最好的 因为它靠近这边嘛 就是非常的好 整个的这个建筑风格呢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 我们现在这么一个一种 那种砖色与白色吧 这种比较有线条感的白色吧 所以总体来说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呢应该就是在开始做的 这是第一期第二期 那这个呢就是第三期哈 我现在看到呢就是它这个大概的一个展厅 虽然放着美酒吧 但是你买的房子 这些酒品应该就不送的 不过要找我买的话我会送 这边呢一个厨房 这个户型呢 我待会跟大家讲哪个户型吧 基本上这个户型呢 你是有一个Hand Island 然后那边呢是厨房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现代人 用的这种木头颜色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farmhouse的元素 然后single的这种水槽 我觉得比较 我比较喜欢 因为双个的那种呢 感觉用起来很方便 当然这个呢是精装修的 比如说它的壁纸 在你房子里面是不会有的 但是你也可以照这个样子去贴嘛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客厅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空间感呢还是比较强的 在这边 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呢 是它这边呢有一个pantry pantry在这边做的非常fancy 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样子 除了这个 这些是不包的 但是这些架子这种长条的灯 以及下面的这种drawer 这个全都是包在里面的 然后我们来这边看 它有一些户型呢 它厨房边上这边呢 是一个小的房间 或者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 书房 休息间 you name it behabit 就这边呢你可以放一个床铺啊 或者像这样放一个 嗯 这种 叫什么 折叠床 这种感觉啊 沙发床 对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做一些书架 你看看 哇 好多吃的 可以带一盒走 在这里打个广告啊 这边有一个winery的公司 叫Can Canadian Flour 叫做加拿大花酒厂 这个中文溃乏 嗯 他们卖这个冰酒呢 在加拿大航线上卖了很久 这个 这个白骨酒和红豆酒 很美 也不错啊 嗯 这是我朋友啊 怎么样 是不是很美 单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直接就说单身了 哈哈 就是这么爱给这人介绍对象啊 不用紧张 不紧张 这个冰酒好好喝 嗯 Canadian Flower Winery 嗯 要怎么翻译呢 加拿大小花 酿酒 还是花 什么 加拿大之花 加拿大之花 还是文化人 加拿大之花 这样听上去就不 不 不奇怪了啊 哈哈 嗯 因为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香味 像巴黎一样的香味 哦 哦 你叫Paris Flower 对 哦 非常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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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秋天啊 儼然已经来到了啊 呃 看完那个楼盘之后呢 就赶紧回回家来了 因为家里面还有些其他的事情 刚刚也都处理完了 然后呢 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吧 我觉得Vice Oak 那个项目呢 其实非常的不错 又是咱们 呃算是国企的这种 这个作为开发商嘛 他们其实对于 他们早期的项目呢 还是非常的重视 那我觉得其实在价格上呢 也是非常的有诱惑力的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就赶紧联系我 跟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个楼盘 以前呢 因为一些 啊关系吧 虽然我去了很多次 但是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 那个楼盘 也算是蛮可惜的吧 不过没关系 以后的节目呢 慢慢跟大家讲 呃 基本上就这样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吃点晚饭 现在陪孩子在公园里面玩一玩 然后基本上愉快的一天 就这么结束了 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我有去一提媳妇呢 去这个温哥华的奥特莱斯啊 去抢这个Lamere 但是没有抢到 哎 还被埋怨了 说Lamere多少钱 200多一瓶 结果打折 多少钱 90多一瓶吗 对 啊 天呐真的是啊 你敢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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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要長一點 好愛的 其實 好玩嗎? 來好玩 好玩 好玩嗎? 好玩 走过来 两个胳膊伸起来 胳膊伸起来 Balance Balance